一对夫妇搬新家后,妻子意外流产 此后一家人屡次碰见灵异事件 失明灵异学者前往查看 却意外发现惊悚一幕 今天某位就给大家讲一部恐怖电影《心怀恶意》 故事开头,一对恩爱的夫妇搬到了乡下的新家 因为妻子怀有身孕 故丈夫对其格外关心 特别叮嘱她不要乱跑动 丈夫上班后,妻子一人在家实在无聊 便拆开了妹妹送来的礼物 这是一个号称不能打开的盒子 但是好奇心促使妻子尝试将其打开 发现这只是一个空盒子,便没有在意 转身外出跑步的过程中 她遇到了一个流产孕妇 其恐怖的样子,吓得妻子赶紧回家 晚上,听到异响的妻子来到二楼 发现婴儿床里躺着一个婴儿 母爱泛滥的她将婴儿抱起 但婴儿却突然露出恐怖的样貌 把妻子吓晕了过去 好在回来的丈夫发现了她 医院里,丈夫被告知孕妇已经流产 并且再也无法生育了 两人十分伤心,但丈夫还是安慰着妻子 并让妻子的妹妹留下照顾 几日后,一行人回到家中 丈夫发现妻子行为变得十分古怪 次日上班时便和精通灵异的同事老黑聊了起来 丈夫认为,妻子的行为和她那不靠谱的妹妹有关 因为妻子的妹妹总搞一些奇怪的东西 家里,妻子和妹妹正在做吐纳 妻子突然又听见了异响 赶上楼一看,发现婴儿床里躺了一个小女孩 吓得妻子赶紧找来了妹妹 但妹妹表示什么都没看到 晚上,夫妻二人正在睡觉 一个打扮诡异的女孩正在床边望着二人 妻子醒来被吓,于是叫起丈夫 起来检查的丈夫在走廊 看到一闪而过的女孩 第二天,丈夫请来了精通灵异学的老黑来查看 老黑发现家里妹妹送的那个盒子有问题 在进一步的检查中 盒子里的怨灵对老黑发起了精神攻击 这让老黑也表示无能为力 他提出可以找到盒子原来的主人问问 丈夫两人来到监狱 原来上一任盒子的主人是个杀人犯 据说这个人疯了,杀掉了自己的妻子 杀人犯与夫妻说道,只有杀死打开盒子的人才能将其封印 得到这个答案,夫妻二人都很难接受 回家的路上,因为怨灵的袭击 夫妻二人遭遇了车祸 醒来的时候,丈夫发现妻子已经不在身边 回到家中,丈夫被化作年轻女子的怨灵摔倒在地 起来后,对方再次不见踪影 来到客厅,丈夫看到妻子便走过去和她攀谈 她告诉妻子自己会找到办法 让一切都好起来的 但妻子却突然向她捅了一刀,转身离去 丈夫知道妻子肯定也要疯了 她艰难地站起,打着电筒再次寻找妻子 在放着封印怨灵盒子的房间里 丈夫背后化作老年模样的怨灵向她扑来 情急之下,丈夫拿起盒子砸向怨灵 这次却真切地伤到了对方 起身的怨灵再次扑向丈夫 丈夫拿起身边的棍子捅向怨灵 这次怨灵倒下了 但是等丈夫仔细一看 刚刚自己用棍子捅的,居然是妻子 她跪在妻子身边忏悔 身边各种模样的怨灵慢慢向二人走来 丈夫看到身受重伤的妻子请求她杀了自己 为了妻子早点解脱 无奈的丈夫举起小刀插向妻子的胸口 怨灵也在这一瞬间化作飞灰 被封印回盒子里 故事最后,同事老黑来到监狱探视 当他们聊到盒子的去向时 丈夫的嘴角微微一笑 说道,我把她寄回原处了 画面转到妹妹的房子里 回到家的妹妹看见桌子上有个礼盒 她好奇地打开 发现里面正是那个封印怨灵的盒子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沐蔚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沐蔚,咱们下期再见